這個宜君 記得你好像有講到前夫嗎 前夫也都對你很體貼 蠻體貼的 有這樣體貼嗎 我是沒有跺腳 但是那個我完整下車 他才會把車開走 我沒有跌倒 是是是是 OK 那你怎麼解讀這件事情 我覺得看起來就算還算甜蜜 對啊 那也不能說 也許這個男主角 他對每位女生都是這樣子 他都是會 他的女主角都會跺個腳 然後會目送他離開 還算甜蜜 對 就看起來算甜蜜 是 然後三百公尺需要人家在嗎 我覺得可能想要多一點 獨處的時間 主要是 他可能也不是總共處處 臺灣頭到臺灣尾三四百公里 要多一點時間 就開在冰箱 就沒有那麼足夠的時間的時候 就爭取啦 相處的時間 不過三百公尺其實也有一點點距離 你也拜託 而且臺灣人行道 現在還沒有全部弄好 可能不好走 載他過去 三百公尺就要有一點距離 有一點點距離 對啊 蘇醫師呢 蘇醫師怎麼看 我覺得三百公尺 三百公尺算是近的啦 因為一般我就會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走路 我就會走路 有時候三千公尺都在走啦 都在走 因為多運動 因為多運動 然後走路感覺是比較好 然後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三百公尺我應該是走路 不是 因為他們進去 相距的時間就只有兩個小時 還是三個小時嘛 你為了要爭取那個時間 用載的比較快 開車不一定 相處的時間會增加一點 對 如果是我的話用載的比較快 三百公尺 你是都開多久 開多久 看有找紅頂沒有了 有找紅頂我都怕的 可能幾秒鐘吧 你的油門一踩下去 就幾秒鐘到了 很快 我覺得是 如果像我早上的話 我都會看著這個 我孩子上學 我兩個孩子個性很不一樣 今天早上他就會 老二他就比較 他就會慢慢走 然後就回頭 往那個我們窗戶這邊看 就跟我揮揮手 然後那巷子走 走到底的時候 站著轉腳 眼睛 我們眼睛快看不到的地方 他就會停下來 再回不回來 那我就會感覺很甜蜜 我覺得如果說是一個人 這樣對我很甜蜜 那我們老大不是這樣 走 然後我就看他會不會回頭 走 我也不回 然後老大就跺了腳 老爸你還不滾 對啊 那其實他沒有回 他沒有 雖然他沒有回頭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有點失落 就是當我看到 我在意的人的時候 他如果回頭 在意的人 他如果能夠回頭過來看廣告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會覺得很開心 我會覺得很開心 那如果 那兩個就個性不一樣 所以 我就剛剛問 程大哥問到說 那到底載太太會 到底載太太 你現在有常常載太太出去吧 沒有 沒有 就是他載我 因為我們住家跟辦公室很近 通常是走路嘛 因為人家有時候就是 那他有時候還會變他開車 他開車要去哪裡說 送你一程好不好 我本來想說走路就好 可是 我反而會那個 好吧 我就跟他坐他的車子 坐到很近的 那下車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我沒有跺腳 這時候跺腳的是蘇律師 對 有時候跺腳是 腳不小心踩到東西 我會跺腳 有時候我還是會 稍微看一下 讓他感覺上 其實除了這個林小姐 那麼吳志剛跟這個張姓貴姐 其實是六年前的事情 那他說陪這個張姓的貴姐 除了逛街吃飯 然後週刊的報導說 吳志剛跟張小姐見面的時候 特地又穿了前鋁鞋出現 是不是 所以他有一雙鞋子 要放在車上去換 好 錢櫃 不是 唱歌 來啦啦 唱歌 這哪個立場 那錢櫃也不唱歌 哎呀 錢櫃 以前都讓他這樣錯 錯亂 不是 那個 因為我昨天其實 特別來看了一下 那個吳先生 他是什麼星座人 因為我好奇 我又查了一下 他好像是處女座的 處女座的 那應該 而且我看了一下 他的問證的這個畫面 有點像這個暖男 因為很多的這個處女座 其實也是滿暖男的 對 就是滿客氣的 然後溫文如雅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古書 其實以前就有寫說 是什麼樣的男生 他如果在這個上面 是比較有條件 比較有機會的 那這個有一本書 叫水浦傳 他以前這個西門慶 要去找這個潘金蓮 那不得其門而入 他就找到了旁邊一個 叫王婆的 然後他就問王幹娘 說王幹娘 你要怎麼樣幫我這個 真的真名嗎 對啊 書裡面就說幹娘 王幹娘 他說 你要怎麼樣幫我 安排這個事情 對 然後就我說王婆好了 王婆 然後王婆就跟他講說 那個矮光 這兩個字是最難的 所謂矮光是什麼 矮光它就是古代 就偷情的意思 但是呢 矮是那個矮 矮是那個矮打的那個矮 矮打那個矮光 對 如果你有做到以下的五點 那你必定能夠成事 那哪五點呢 他給他五個字 叫做攀驢鄧小賢 攀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這個男人 要有這個條件 貌似攀安 要夠帥 OK 對 驢呢 那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你這個人的一個形容詞 要健壯 強壯 對 然後鄧呢 就是要像這個 以前有個叫鄧通的 那個漢草很有錢 要有錢 小呢 就是你心思要必須要很細膩 心思如真這樣子 要細膩 觀察女生需要什麼東西 要非常的細心 閒 你必須要有時間 那你看那個吳先生 他的這一個幾個 其實基本上都具備 一表人才 然後有時間 那錢我看應該也不缺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必定可以成事 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溫暖的一個男生 所以女生 女生遇到他的時候 可能就會被他融化 那剛剛提到的 你看他的車子 我有觀察他的車子 其他車子 沒有特別弄什麼名車 什麼之類的 他也很低調 所以呢 基本上一般名義代表 也不會開名車 對 所以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不是那種很炫在外的 就是給那個女生看說 你看我是很風光 很厲害的 沒有 他完全就是很低調 所以我覺得那個女生 應該是被他的這個溫暖 暖男所感動 潘旅鄧小璇的小 他很細心 對 要很細心 所以換了情侶鞋 對 要很細心 而且女生會感覺 很sweet 很安心 然後就是很細心 覺得很溫暖 就溫暖的他這樣子 崔芬你覺得他是暖男嗎 我覺得他是暖男 暖男的性 這個特性是什麼 軟男的特性就是說 我覺得他蠻可以看得懂 人家的心理的需求 就譬如說他跟前面的 林小姐約會的時候 他的車子就停在那裡 遲遲也不會離開 你還沒有離開 我不會離開 代表我的心理是在意你的 然後到了這個張豪姐的時候 他換了情侶鞋 可見他很清楚的知道 這些女生要的是什麼 情侶鞋當然又不一樣 情侶鞋他代表是一種歸屬的感覺 我跟你有一個連結 我有一個我們共同的事物 就譬如說很多情侶喜歡穿情侶裝 那也是一種就是我很彰顯告訴你說 我跟你心是連在一起 我們是一對的這種感覺 但是他很聰明 他選的不是情侶裝 是情侶鞋 因為裝太明顯了 就譬如說我們兩個都穿一個 一模一樣的衣服 一走出去 那個簡直是看到非常的明顯 但情侶鞋相對低調 但我又讓你會心 就心裡會知道說 你跟我是一對的 我們兩個一直都把你放在心裡 我們的關係是不一樣的 那這對某一些情侶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一直會感覺到 你把我放在心裡 你的心裡一直有我 這對很多那個第三者而言 也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象徵性的意涵 這個有一個議員叫李婉玉 李婉玉曾經說過吳志剛有追過他 也曾經在李婉玉爆出被分手的新聞的時候 有主動關心 結果吳志剛有關心他 然後他跟李婉玉說 你值得更好的男人 那怎麼判讀這句話 我覺得他是一個蠻會 我剛剛就有說他很知道人家 現在最需要哪一句話 所以他馬上就會在這時候 去安慰他說 你值得更好的 不會在這時候背離他 而會馬上去做一個支持 其實我看吳志剛 他整個人給別人的感覺 還算蠻親切的 然後溫文有理 但暖男的背後是有一個原型叫做討論的 討好的特質 那討好型為什麼要討好別人呢 討好別人就是希望別人也對我好 所以有些時候討好型 內在的自我價值感是很小的 我才希望又乖又懂事又討好你 然後讓你來喜歡我 什麼叫討好 討好就是說 你對那個潛意講一下 我可能做不出來 可能說不出來 對 沒有啦 開玩笑 我去買便當這樣子 沒有沒有 討好不會是 譬如說潛意如果跟我說 崔芬你今天可以幫我做好啊 沒問題 可以啊 然後你可以提出一些要求 說好啊 可以啊 沒問題啊 幫我買便當 沒問題沒問題 然後這種就是一個很討好的舉動 當對方提出任何 我都符合他的需求 我都滿足他的需求 然後我喜歡不喜歡的感覺 我喜歡別人需要我的感覺 是 所以我會去討好對方 討好型的男生多不多 多喔 蠻多的 所以暖男蠻多的 而且我後來發現 討好型的男生 特別容易發展出婚外的感情 或出軌的感情 因為他們很討好 所以喜歡他們的人 不會只有一個 譬如說你這樣討好我 那我是不是不由自著 就會愛上你 然後我可能就會對你釋放好感 可是我對你釋放好感 討好型跟很在意別人眼光的人 他們就會想滿足對方 他都那麼喜歡我 我怎麼可以拒絕他呢 他對我那麼渴望 希望我可以做到這樣 我怎麼可以不符合他的期望 他們不喜歡看到別人失望的眼神 會很想滿足他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歡迎收看 平民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開運服務 包含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